120,今晚報 從代理商儲買保險性價比不高 2015年7月18日國際財經03現在試下跪旅遊高峰 坐飛機出行的市民越來越多 無論是在線上還是線下 很多機票代理商都在賣機票的同事也衷於向消費者 推銷航空意外保險或試航班延誤險等保險產品 而很多消費者也覺得多花幾十元就能為旅程增加一份保障挺實為 其實在機票代理商那裡買到的保險看似實為 實際上性價比並不高 機票代理商熱衝迷保險昨天 在河西區一家機票代理店 記者看到 多數顧客在買機票的同時購買了機票代理店推銷的價格為30元的航空意外保險 記者隨機採訪了幾位消費者 他們表示之所以在這裏購買保險大多是因為方便 而且感覺價格也不貴 記者又登錄了一些主流旅遊網站的機票訂購頁面 發現線上機票銷售頁面也都有保險產品可供選擇 例如在一家網站上 日同於8月從本市飛黃三亞的航班購票頁面訊息顯示 所提供的航空意外保險以及營運險的價格均為30元 兼業賣保險補貼賣票利潤天津市保險行業協會的專家 告訴機者 機票代理商銷售航空意外保險和航班 然吾吾險屬於保險兼業代理銷售 其價格必然會比在保險公司直銷要貴 另外保險公司專門為個人出行乘機所設計的保險 其服務項目豐富 保障更高 也更貼近消費者需求 這也是大部分代銷產品所不能給的 據了解 目前國內50%以上的機票都是通過代理商銷售 國內外航空公司紛紛取消機票代理費 小代理商通過銷售機票的收入減少 而增加保險銷售成為其增加收入的一種方式 從保險公司買價格更便宜 記者從多家銷售意外險產品的保險公司了解到 航空意外保險可以通過電話 互聯網隨時在保險公司購買 且當日生效出單 購買流程並不複雜 航班然吳吳險則作為航空意外保險的附屬保險銷售 而且從保險公司直接購買不僅方便 價格也更加優惠 例如 一款同樣緊保障單次航班旅途的航空意外保險 其價格僅為14元 該保險除了80萬元人身保障 還有8萬元意外醫療 500元行李險 另一款7天交通意外險售價47元 有500萬元的航空意外保障 還有乘火車、輪船、汽車的保障 20萬元到100萬元不等 平均每日保費不到7元 這其中還包括400元保障的航空然吳吳險 都要等到100萬元 有4萬元的保障 偏復 他們都要轉移